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希望大家有空有去 我們發現在座的主委裡頭 很多有空間多餘的時間多讀書 有去多讀歷史 多讀歷史你會發現自己的鬼家 自己家庭 自己孩子 前面就一條什麼路 都說叫孩子們要朗誦 所以我今天特別抽出來 因為孫教授喜歡跟我來談文書 他每天來跟我背詩 他常常嚇住我 他的記憶力好 我雖老了記不過他 他一看他講了 他每個字都在我前面背出來 這個很厲害了 他生殖病法都會背 我的生殖病法都向來幾十年 庫還沒有背得他好 這個就很抱歉了 所以現在拿著讀書是這麼多 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預錄 這個是古文 我叫你們認識啊 這樣一來 你會讀歷史 歷史也有時候會這樣看 這篇書裡哪個方法 大概也講不完的 只講了意思啊 藤王國序 大家都知道 武漢在座的百分之九十 都知道這篇文章 就這是王博唐朝的宰子 開唐朝初期的才子 中國文化 剛才講到南北朝到唐朝開始 這三百年中間的文字 都是這樣寫的 所以你假設要了解 國家的財富文化的思想 你這個讀不懂 你衝突拿來沒有用了 你就不曉得古代的政治 經濟怎麼發展 你就搞不懂了 就這樣 到了唐朝 後來廢掉了 太古老了 所以韓語出來 叫做文起八代子十月啊 韓語起來 你看 就推翻了這種文題 現在叫古文題 其實就是白話題 可是我們現在躲起來 也是古文 譬如《紅樓夢》 隨後就是白話 你看到嗎 中國文化這樣發展 再過一百年 你後代的紫生 水腑轉《紅樓夢》 看不懂了 三個月你也看不懂了 他要考究 不會讀了 因為白話文啊 十幾年 二十年一變 我們當年都說 你看這個人去 這個網獎 只有四四歲 出唐的才子 四四歲 我現在叫他們應 當時的同學 我叫他應出來 每個典故 每一句話的主宰 有不完全詳細 整篇的文章翻成白話 你要看了白話 我們這篇書 全部不要看 一點意思都沒有 可是你真的古文不懂了 我們當年怎麼背啊 南昌古正 紅獨幸福 心風一正 地劫行路啊 正三家兒代五福 空曼正兒影啊 五花天保隆公啊 誰有道秩序 任皆地靈 許之下成凡之他 是這樣讀的 不是我今天故意跟你讀 我們當年讀書 就在書房裡自己背就這樣背 背了 背了 這樣讀了以後 三分以後 不看字了 自己就在唱 南昌古正 要放學的時候 我們同學說 南昌古正 紅獨生福 接著打一拳 接著打一拳 再笑 上面老師看見了 南昌古正 紅獨生福 看不見 兩個就來了 都是這樣高聖網宋 這個讀完了以後 幾十年都讀不掉 你看這一篇文我講 南昌古正 他知識四歲做的 他的知識你看 你是中文 中文一手歷歷 真記什麼都懂了 南昌是漢代的門群 江西的首都 否則南昌古正 紅獨生福 唐朝這個時候 改名叫紅獨 身風已震 地界橫樓 他地裡都清楚 是四歲 南昌這個地方在天文上 過去我們把天文 中國讀書的一定認識天亮的身心 南昌屬於東方的一身真身 這個叫天文峰野 古代叫天文峰野 把這個礦野一塊大地 給天文貼成了配起來 身份的意見地界橫樓 南昌這個地方南面是橫山 北面是陸山 地界橫樓 四個字清清楚楚 空山江二代五湖 真山江二代五湖 空南真二應五月 真山江 真江就是湖北 松江上海 那當然你也可以說 解江江蘇江蘇也是山江 空山江二代五湖 這個下面都有的 太湖 洞丁湖等等五個湖 它是江西南昌 這樣在這個中間 墻前面 真就是松口 這個地裡這樣稱之為 山江而代五湖 一湖地 真過半個地裡 他都知道了 兩句話 空曼真而應歐越 曼真是湖北 海外 弗濟 借江的 溫州 這些都是文化樂乎的 北方人叫我們 墻江一南叫南蚌子 南蚌子 南蚌子叫北方人 叫北垮子 這些垮子 叫北老 真山江二代五湖 空南真而應歐越 歐就是溫州地区 歐就是包括廣東、福建等等 每一句都是這樣走來的 所以每一句寫講地理 無話、天暴、龍光、誰牛斗、自虛 它這裏的產品 南昌的產品 無話 東西 有最珍貴的東西 江西的產品 是天地寶貝所采的 自製的寶劍可以透到這個亮光 這是吹牛了 吹大牛了 衝到那個北極深度那麼光 人家地令徐氏下懲罰之談 徐氏是一個人們 懲罰也一個人們 漢代的時候 懲罰這個人做南昌的太守 就是生長 這個人徐氏很好 非常傲慢 中國的知識分子 他看不起 所以他有個坑 他不介在坑人的 有個床 專門吊起來 有個什麼人來呢? 江西有個小孩子 叫徐智 這個人一來呀 豐富家裡人們把床放下來 整個樓在這裡鼓勵 所以我們下台 我們就是說 今天朱小將住在哪裡? 在古代學生跟人家 朱小將下台於上海某某飯店 是這個點了 提子下城飯之談 宋舟勿煉眾財 生死讓 那就形容 江西有幾個州 一個省到方任幾個州嘛 是很好的州啊 人物一樣擺起來 眾財 生死 在宮外的一個地方 那個人物啊 是有書問的 了不起能人太多 台王正以下之交 並舉與正董啊之美 然後他說 我今天到這裡碰到台皇 就是這樣 平台樂國這個建築 最偉大的建築 正以下之交 這個頭頂就靠在這個曼邦 靠在中原的南方的交債地方 然後說 今天的碰會 一句話 這個馬匹派到了家 把每一個客人都公圍了 兵主正東啊之美啊 朱老闆 朱小將 真的成客 來的都是高零雅士 兵主正東啊 下面一路講下去啊 下面一路講下去啊 那麼 我們這個中間有很多的好句子 剛才我大概帶領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讀 你把這一篇網站都好 很多應用到 比如說 我們隨便講啊 第幾行啊 你們幫忙找一下啊 他最有名的啊 他最有名的啊 四倍以後 就走了 但是 首先目標 日本人還在屁股後面 我學到南昌 為什麼 為了這一篇網站 誰去看滕王國 然後 落下 與姑父起飛 秋水共唱鐵 意思描寫那個正在 這裡頭還有個故事 這篇網站那麼好 當時啊 王國 年輕就死了 年輕就死了 他的網站還不止這個 這14歲 因為他父親在廣東做官 經過這裡碰到這個演會 這個傢伙啊 都中午了 看到這個旅館呢 有這麼大一個稱呼 就跑上來吃飯了 隨著坐下來 有個小孩子 哪裡來的 大家在這裡要做網站的 他當場就做了這篇網站 一餐飯 就抓來了 落下雨 鼓起飛 秋水共唱鐵 意思描寫那個風箏 希望回去了 就這樣背一下 這孩子叫孩子們背 冷宋都要給他展示 但過來嗆 你試試看 如果孩子們背來 七八歲 十歲以前 最好五六歲背 包你這個孩子 到八九十歲也有用處